嘟拉睡前故事 一片想飞的叶子 有一片绿色的叶子非常渴望飞翔 一天啊,叶子从树上落下来,飘进风里 风把叶子吹上高高的天空 叶子轻快地飞舞着,旋转着 好棒啊,叶子喊了起来 天空蓝得就像一块水浆 远方的高山和草地都非常美丽 可是,我一点也不快乐 亲爱的风啊,给我一个伙伴吧 一个人飞太寂寞了 叶子请求说 没问题,风呼呼地吹啊吹啊 叶子飞过一个长满蒲公英的山坡 一朵白色的毛茸茸的蒲公英飘进风中 嘿,亲爱的朋友 请和我一起飞 分享美丽的景色,好不好 叶子问 可是啊,这是一朵心烦意乱的蒲公英 快快快,我需要块肥沃的土地安家 蒲公英不停地东张西望 急匆匆地飞远了 叶子飞过一片开满风铃花的原野 两片紫色的柔嫩的花瓣飘进风中 嘿,亲爱的朋友 请和我一起飞 分享美丽的景色,好不好 叶子问 可是,这两片花瓣那么亲热,那么甜蜜 花瓣亲密地依偎着 轻声细语地说着悄悄话 根本没有留心这片绿色的叶子 叶子飞过一个油满鸭子的池塘 三根蓝色的漂亮的羽毛飘进风中 嘿,亲爱的朋友 请和我一起飞 分享美丽的景色,好不好 叶子问 可是,这三根羽毛一点也不喜欢飞翔 我们更喜欢在水中游来游去啊 羽毛们叽叽喳喳地叫着 吵个不停 绿色的叶子孤独地飞呀飞呀 这时,风又吹了起来 吹过一片树林 从树之间穿过 许许多多的叶子飞了起来 黄色的,红色的,飞舞着旋转着 好棒啊,叶子们嚷嚷着 天空蓝得像一块水晶 远方的高山和草地都非常美丽 哈哈,是的 绿色的叶子快乐地说 让我们一起飞吧 龙前观看